短持世锦赛中国又收获奖牌 李宾杰率队接力摘同 北京时间12月21日消息 2021年短持游泳世锦赛 在迪拜结束第五天的争夺 中国队以一枚奖牌收官 在女子四成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李宾杰领军的中国队获得第三名 加拿大队夺得冠军 女子四成200米自由泳接力 一直是中国队颇具竞争力的项目 今年的东京奥运会 中国队就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 这一次短持世锦赛 中国队并没有派出最具实力的阵容 但他们仍是夺牌热门之一 中国队在决赛里派出了李宾杰 陈玉杰 朱孟慧和刘亚新参赛 第一棒李宾杰入水后 选择了根油战术 最后50米他开始发力冲刺 超越了美国队升至首位 交接棒时中国队成绩是1分53秒42 加拿大队也超越美国队排在第二 桑切斯在第二棒很快追赶上陈玉杰 并拉开距离 在还剩下50米时 他已领先超过一个升位 陈玉杰一度被美国队的维特泽尔反超 但最后时刻他奋力冲刺又重夺领先 中国队第二个完成2-3棒交接 成绩是3分48秒33 朱孟慧入水后冲得很猛 一度把与加拿大队的差距拉回到一秒内 可惜朱孟慧后半程体力不支 他被美国队超越跌至第三 中国队进行交接棒的成绩是5分44秒06 最后一棒刘亚新努力守住第三位 中国队以7分39秒92摘得铜牌 加拿大队以7分32秒96 打破了每周记录夺冠 美国队以7分36秒53拿到银牌